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大叔呢 他从布达佩斯骑着摩托车啊 沿着古斯抽之路呢 回到天津 特别的悬阔啊 我感觉是不是啊 没错 但是为什么咱们今天又要说这位大叔呢 哦 我知道了 是不是因为你没看够 我觉得啊 不仅是我没有看过 观众朋友们也没有看过啊 所以啊 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他的故事 上一期不是说过吗 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都没有讲吗 没错 没错 这倒是 嗯 是 所以说呢 这一期哈罗天津绝对是一个大福利啊 我估计观众朋友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也发现了 这位大叔呢 是在旅途中自己拍摄这些视频资料 对 没错 虽然他是用的不是专业的机器 也不是专业的手法 但是依旧展现出来了那种古斯抽之路的神奇之处 没错 通过他随手拍的这些照片啊 视频啊 对吧 这位天津大叔确实给我们展现了这个古斯抽之路的 人文风情啊 还有这个地貌啊 什么之类的 对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节目 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是不是更精彩了呢 这还用说吗 好 我们赶快看片子就知道了 好 我们赶快看片子就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6年5月7日 天津人李玉德和匈牙利人达衡 以摩托车骑行的方式 重走古代丝绸之路 此次骑行共计27000多公里 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发 经过13个连接欧亚古丝绸之路的国家和地区 沿途中 两位忠凶骑士不断挑战极限 超越自我 既感受到了路上淳朴的民风 同时一次又一次地 被人性中的善良感动着 但是旅途中遇到的困难和危险 还是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这个是我们在吉尔吉斯坦经过M41公路的时候 这M41公路就相当于我们川藏318线的王康顿 它大概海拔是4100 这个时候就遇到了突然驾向来的一个暴风雪 当时我们要决定要不要往下走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前再走的时候 我是想再用GoPro再去拍一下这个下雪的一个场景 结果天机太冷 就没办法 它迅速的电量就消失了 所以当时只用手机又拍了这么一个短画面 又走了大概有两公里翻到了一个山包 实在是走不动了 所以当时我就往这边去露营了 然后转天早晨 我再往下走 过了这个山梁再过去的时候 下面大概有两公里就是一个村庄 所以当时这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 如果我再多坚持两公里的话 我就没必要在这里露营 陌生的路况 极端的天气 时刻考验着李玉德和达衡 这两位骑士的应变能力和坚韧的定力 虽然他俩在一路相互扶持 一起解决问题 但是文化和生活背景的差异 还是在两人之间产生了些许的摩擦 比如说他希望是每三天 不超过三天就一定要住一个好院的酒店 这样去洗澡 喝一杯咖啡 不希望这样去频繁地赶路 他是想享受这个生活 享受这条路 而我更希望多走一点路 多见一见多看一看一些人和景观 所以我们俩在这个频率上 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 他希望每天不超过三五百公里 而我希望某一天可以挑战一下 一个极慈世界纪度 比如说一千八百公里 不过大概在经过了十几天以后 基本上我们俩已经摸合了差不多 就是他一个眼神 或者他弯一下头在前面 或者是伸着一个手指 我们基本上就知道对方要表达什么意思 虽然路上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两个国家的骑士需要时间去磨合 但是骑行路上遇到有趣的民风 民俗 难忘的事情还是冲淡了不少旅途的疲惫 没错 就是这里 这个是我们在吉日吉斯坦的时候 我发觉他们在白天吉时 你在这些城市的时候 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三四间的城市 这样的一个发达程度 但是他们的晚上夜生活 其实让人感觉有一点贵族的味道 甚至有一点很庄重的 很认真的一种生活态度 这是一个两个歌手在这里唱歌 然后下面是妈妈带着孩子也在这里 然后这是一些小孩子 就是这种感觉这种环境是很健康的 并且是很认真的在一起 大家沟通着晚上的一种生活状态 包括白天的一种辛苦工作以后 会有一种放松 看他们在穿着上 男士都是很症状的 而不是那种我们去夜场那种比较放松的那种 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国家发达也好 或者是欠发达也好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精神层面上的一个生活领域 他们对于一种先进的和一种美好的生活 是追求的 是一种向往的 古丝绸之路上数不尽的古城 可以说是曾经的历史见证者 默默地注视着这条横贯东西的人类文明之路 昔日的辉煌 西瓦古城位于乌兹别克斯坦西南和土库曼斯坦交界的地方 是古代丝绸之路保存下来的古城之一 在古代来自福尔加河地区 印度和伊朗的商人都集中在西瓦 从这里前往中东地区和中国 西瓦古城是在中国之外的一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基点国 它是这几个斯坦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城市 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敦煌吧 这样的一个战略重镇 在里面参观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中国传统上的一些手工匠的作品 比如说用镯子去雕刻什么木制品 还有中国传统的一些瓦罐啊盘子啊等等等等的一些东西 还有包括我们新疆那种织娘做的那种地毯这些东西 这是在沿途看到的 西瓦和丝绸之路上其他的古城一样 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 既是难以割舍的记忆 更是历久弥新的品味 如果说古城带给李玉德和达衡 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重现 那么近代遗留的记忆也让他俩难以忘怀 这是我在哥罗基亚去往俄罗斯的路上 然后遇到了就在马路边甚至是一些很破旧的村里面 我觉得它是一个一战时期留下来的一些那个时候的工业产品 你能看到这些车就放在这里 当时我看到大概有25台吧 我印象中是有25台这样就散落在树根底下 然后用这样时时便便的一个铁丝往栏上就好了 当时我还等了好半天 试图去跟当这个车的所有者去联系一下 结果找了几家人都说不知道 这个车很早就放在这里了 有好多年了 李玉德把这些废旧的被忘却的老夜车 称之为遗落在凡间的明珠 其实在这次骑行中这样的场面还有很多 但也就是这些无声的记忆 让我们铭记古丝绸之路上那一段段不能被忘却的历史 在张谦出使西域凿空东西方文明的2000多年之后 新的思路程序历史启航未来 一路辗转走过 李玉德与达衡真实感受着跨越国别 民族信仰来自普通人的善与温情 沿线多国媒体的关注报道 让李玉德和达衡的名字在这条路上传播开来 阿斯巴江的时候就有一个 在路上遇到几个年轻人 也是知道我们这样骑行以后 就非要请我们吃个饭 并且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了 就说知道你们天津人喜欢用大饼卷的东西吃 大饼加一切 大饼加一切 我就知道大饼卷一段 那哥们也是就把我带到了那里 然后把那个饼摊开 用那个就跟韩国的石锅料理一样 然后上面有什么胡萝卜片啊 洋葱啊 青椒啊 还有牛肉片啊 烤着 然后都卷到那个大饼里面 卷起来 就跟卷那种春饼一样 卷着卷着就吃了 还挺好吃 思路美食应该说是李玉德和达衡 这一路上必不可少的部分 也因为这样探索当地特色食物成为了打破语言 文化和宗教障碍的工具 因美食结缘 因美食交友 因美食介绍文化 也为两位骑士疲惫的旅程 登天了些许的惬意 当时我们正在骑行 因为这个活动 当时已经 哥鲁基亚这些国家都已经知道这些消息了 然后我们在骑行的时候 有几个年轻人 他这车把我们拦下来 问我们是不是 那一带一路 骑行丝绸之路的这个骑行者 然后我们跟他沟通了以后 他决定请我们去吃饭 然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 就说我带你去吃一个包子吧 我没想到哥鲁基亚这样的地方 因为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挺陌生的 然后不知道竟然还有中国的包子 然后他带我们去了 这个包子里面 他这个包子有点上海的灌汤包的感觉 里面还会有一些汤汤水水 然后我跟他们还讲 我说如果你要吃包子的话 天津的包子是最正宗的包子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调 然后他们在来中国的时候 我请他们来天津 来古街里面吃正宗的狗不里包子 当时我们在路上 是在路边看到一个卖水果摊的 我是特别喜欢西红柿 然后我就停下来了 去买个西红柿吃 然后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就吃这个水果 然后那个小哥就问我是不是亲呢 然后我就问他 用英语问他是不是说我是Chinese 然后他说是 他当时问我这个水果好不好吃 我说挺好吃的 我说但是不如虚案里的好吃 然后他就好像有一点不高兴 然后就说你到我家里来 我有你们国家的这个桑胜树 那个桑胜还是有点微微偏紫一点点感觉的 就像我们这边的紫桑胜一样 那个吃起来不是我们国家 这那么甜 那么那个味道那么浓 后来李玉德在跟小伙子交谈的时候得知 这几株桑胜树是当年他的爷爷从中国带来的 在他家里已经种了几十年了 可以说是跟着他一起长起来的 全家人对这些桑胜树有着很深的感情 这几位年轻人所发的音其实是中文缘分的原字 而这个字的背后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当时遇到的格洛基亚的孩子们 然后当时我看见他拿着一本书 上面明显是一个汉字 我就那样一扫过去的 当时就觉得他为什么拿一个汉字的一本书呢 我就回来了 后来发现这是他的一个包 他说他是从德国买的 然后我就问他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吗 他说不知道 只是知道是中国的汉字 并且这是一个比较有好运的一个汉字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读 然后大家跟着一起学了这个词 这个字怎么读 也许对这些年轻人来说 还不能完全理解原字全部的含义 但是相遇相知的经历 已经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友好 希望就此结下不解之缘 我其实就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在路上 你在旅行的时候 经常能够遇到这样的人 没有什么理由的 可能就觉得你对他的演员觉得你好 然后就请你吃饭呢 请你住啊 也不图住啊 帮你拉他家里面去 对啥也不图 还把床上来你住 我住地下 对 然后可能还会跟你说个对象啊 什么的啊 这样 咱说说这个老者 这个老者是我们从阿塞白江到伊朗的边境处 因为当时下午四点多了 我们是急着赶过去过边境 马上要到伊朗嘛 然后就走得有点急 走得急的时候 这个就把那个路程走得快了点 迷路了 然后当时正停在路边准备看一下导航 继续往前怎么走 然后就大概有三十多米吧 接近四十米的样子 就有一个老头就喊我们 就说 我的朋友们 你们来我家里 我请你们喝水 我请你们吃东西 然后当时我们就跟他很客气的说 不要了 我们还要赶路 然后他就说 来吧来吧来吧 远方的朋友 请你留下来 跟你唱歌似 我当时觉得蛮有意思 我就跟那个阿达姆就商量 我说要不然去吧 盛情难缺 然后我们结果就进去了 来了好的沃哥朋友 就跟我们一起聊天 一起聊啊聊 聊当地的一些奇闻异事 然后那老头贼有意思 当时还说 哎呀中国人 中国小伙子 你留下来吧 我给你介绍 一个漂亮的姑娘 虽然是句玩笑话 但是李玉德和达衡 还是能够感觉到 沿路居民的豁达开朗 和热情好客 这些偶遇的陌生人 对中国充满好感 很多人的生活 也因此而交集 他是保加利亚 我在保加利亚的时候 或者住宿 转天早上起来吃饭 吃早点 然后他跟我说 用中文说你好 早上好 然后我觉得 哎呦 我这小伙子挺厉害 看他的中文名字叫马瑞 然后我就尝试了 用中文继续跟他沟通 他说他就是因为 汇了一门中国语言 多汇了一门语言 然后被这个酒店选中 然后到这个酒店来做 来参加工作 并且他因此多拿到了一份薪水 他要是来中国的话 我可以帮他介绍一些 更好的中文大学去深造 中国文化已经在沿路国家 产生了深远积极的影响 这也是李玉德和达衡 这一路骑行中 体会最深刻的 而作为中华文化 最直接的传播机构 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已经为中外交流 架起了一座友谊之桥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中国文化 现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 已经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 和1000多个孔子课堂 在李玉德和达衡的骑行途中 他们也遇到了很多 从事汉语教育的中国教师 和他们可爱的学生们 在您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安排下 能够达到这样的一步 这是我死刑进入组织 之前目前进入到的 最牛的 做得最好的一个朋友 谢谢 别的话不能说 请代表我个人 向您在这个领域上 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和您付出的这片真心之敬 这是基尔吉斯斯坦 一所孔子学院 中国老师们的周末聚会 平时忙于教课的他们 很少有时间在一起 李玉德受邀 也参加了这次聚会 老师们对于李玉德 他相遇固知的感情 那也是十分的珍惜 我在沿途 经过的很多国家 都有中国的孔子学院 中国的孔院 在沿途 在向当地国家的学生们 传授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年轻人 搭上了他们的很大的青春 这些都是一个二十出点头 大学刚刚毕业 最初只是为了一份工作 去到了这个国家 可是一旦在这个国家 去生活 去教学了以后 他们就融入到这个国家里面 并且把这种中国文化 去传承 去发展到当地国家 当成自己一种责任 我在这边遇到了很多小女孩 他们都是很天真 然后很浪漫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很搞怪的一种感觉 但是你很难想象 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扔在了这个国家 当地的这些学生们通过 学习中国的一个文化 包括一些剪纸 绘画 写毛笔 字 等等一些环节 我感觉他们已经把中国的一些理念 中国的生活方式 融到了自己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 这种中国文化已经进入到当地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个学院当中 骨髓当中 为了深入了解老师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第二天 李玉德随几位老师 对一位基尔基斯斯坦的学生进行了家访 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 学生家长听说老师们要来 准备了丰富的饭菜 这个可好吃了 这哪喝得了 左手是酸奶 右手是麻奶 这就是青蛙奶 然后这还一盆子饼 这是中方的老师 他也是中方的老师 这是在孔苑学习的学生 然后到的是他家里 这是他的妈妈 这是他的爸爸 这是他最小的弟弟 然后一家人 然后他正在跟他的妈妈 他的爸爸去解说这个相册 孔苑做了一个非常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他把他从入学的第一天 对汉语言的茫然 不了解 然后每一天的一个行程 发展到每个月 给他记载下来 然后他取得的每一个进步 都给他拍下来 做成了一本相册 送给了他 然后参加了他的家访 我觉得他们 真的做的事情很细致 很细致 把这个孔苑的 对沿途产生的这种教育 的方式方法 我觉得做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真是用心在做事情 李玉德说 每个热爱骑行人的心里 骑行都有不同的意义 或许是一种生命的感悟 或许是一种自我的突破 或许是一种回忆的追寻 或许是一种成长的魔力 但是对他和他的匈牙利伙伴 达恒而言 骑行是对历史的尊重 是对未来的自信 他们想以这种方式 致敬这个伟大的时代 然而 重走忠凶丝绸之路 并不是这次活动的终点 一份更加庞大的计划 正在酝酿当中 明年在中国有七个骑手 跟我一起走 然后在欧洲 每个国家 比如说法国 意大利 德国 还有西班牙 他们会有一个中国的 华人车手 还有一个本国的车手 跟我们一起走 我们会用不同人的视角 比如说他是德国的 他是法国的 他是意大利的 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 感受到这种 丝绸之路上的一种 大家的友善 相互帮助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当地的人文特色 和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沉淀 骑士是一种 敢于向户外去挑战 敢于向一种未知去挑战 敢于向一种 大家有一种戒备 有一种怀疑的情况下 去探索 去努力争取 去达到那个赖偶的 一种精神面貌 它是一种精神 它应该是一种力量 不管是外国人 还是中国人 我觉得不都是 特别的深入的了解 古丝绸之路 是不是 没错 但是你看 通过这两期节目 我们就从李玉德先生的 亲身经历 了解到了一些 古丝绸之路上的风景 还有人文风情 对吧 没有错 他真是一路向前的勇士 看完了这期 Hello天津 我还想起来 咱们国际频道 正在制作的一个纪录片 纪录思路经商 没错 我觉得更注的期待了 那是当然了 你看咱们采访了这么多的国家 对吧 这么多的史学家 那就是赶大赢的后裔 对不对 而且更值得期待 是我自己扮演特别重两级的一个角色的那个 等会儿 怎么还有你的事 什么情况 你赶快跟我们说 值得期待吧 好 说到这里 我们这期Hello天津就要结束了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拜拜